他說要吃了這一碗 過了四年還是念念不到 它有點像是米粥的那個湯底的口感 它的醃餃超特別的耶 我沒有吃過這種口感的醃餃 它的皮是比較脆口的 我們今天呢 這麼早起重慰的就是這個 哇 它是把那個 這個是米漬的嗎 米漿 米漿啊 米漿 然後把它淋在鍋邊 然後再刮下來 在鍋製的 哦 有點像旁邊做 但是不大一樣 而且剛剛這邊有一點那種 就是邊邊的 你看 小小焦黃的 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講到重點好了 那我為什麼有魚湯 那個我魚骨頭拿 劈出來拿去熬高湯 露在這邊 哦 對 魚肉 對 然後呢 冬瓜 冬瓜 木耳 應該妳也可以看得到它 也都已經把那個殼掉掉了 這個料很重複耶 這真的很好吃 哇 你要吃兩碗 好 坐下來 馬卡來囉 謝謝 欸 這樣完成了嗎 這樣完成了嗎 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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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來來來 美食總是要等待的 好棒 漂亮 好棒喔 這個頂邊糊 太香了 其實我自己也是在馬祖 最期待的就是這一碗頂邊 哇 我還想說 妳好像說妳也住過馬祖耶 沒有 對不對 我們 我們現在只要聽到他講說 哦 其實我怎麼樣怎麼樣 對 因為我對這種當地的特色小吃 真的無法抗拒 而且我有一個來過馬祖的朋友 他說他吃了這一碗 過了四年還是念念不忘 那位朋友今天也有來 哦 對 對 對 真的 我剛剛在看他製作的時候 其實他有用那個米漿往鍋邊這樣一繞 所以它裡面的那個橙層的形狀啊 大小跟厚薄度 其實每一個都不太一樣 不規則的 對 吃起來的口感應該也會不太一樣 好好吃耶 哦 有一種很感動的味道 它有點像是米粥 的那個湯底的口感 我剛剛只是喝湯 它真的很像一碗 熬了很久很久的那種高湯的 廣東粥的感覺 對 因為它裡面的湯底用了 有鵝啊 欸 蛤蜊 蛤蜊 蛤蜊骨大骨 對 所以它裡面還有一些魚肉 我剛剛有吃到這個魚肉 哇 好鮮喔 這一碗 而且你會發現 這個頂鞭湖跟頂鞭湯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頂鞭湯吃到大概 它的感覺沒有那麼吸湯 可是這個是 它整個合而為一 而且你會發現它裡面的食材 它用的這個白帶魚 用的冬瓜 有沒有 都是很吸高湯的一些食材 所以它今天為什麼它在高湯上面 特別這麼講究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 就是剛剛大家 我們一直被人家白眼的 就是這個 燕角跟魚丸 你們也可以吃吃看 對 對 我覺得這燕角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對 你可以吃吃看 它的燕角超特別的耶 我沒有吃過這種口感的燕角 它的皮是比較脆口的 而且咬下去那個肉香氣 有夠濃郁 它的肉好香喔 最主要我覺得是 這個皮非常的特別 它是真的用肉去拍 拍成一片一片的 然後再去把這個肉餡包起來 所以其實你知道這個皮是 豬肉下去做的 所以是肉包肉的一個 肉包肉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吧 怎麼樣 什麼還可以 超感 這個真的會想念 我會想念 就是它煮湯的這個湯底 一般可能我們只用過濾水 或者自然水 可是老闆娘每天 那時候我們在那邊拍的時候 他這個還給我們看 他後面有一大堆那種中山泉水的桶子 他就每天自己開車 來攤子之前就開車 然後去載那個水 然後再過來這邊熬湯這樣 我剛剛還聽到一個重點 他說我們來之前 他自己先吃了一碗 對 他有說 老闆娘他每天都還是自己吃 對有多少的店家 是不敢吃自己煮出來的東西 然後要去隔壁買便當 沒想到隔壁的便當更有 他都吃不膩 那本來是我來給你 我來給你包葉餃 明天來 明天來 他都認真了 這顆點吃起來裡面 那個滿滿鮮蚵跟魚香的味道 我覺得就是這種 簡單又實在的好味道 沒有過多的調味 真材實料 我跟你講這應該就是這裡 人氣那麼高的原因 我上次買是買蝦餅 蝦餅 因為就是蝦餅嘛 青春的味是甘甜 好聽的歌變歌詩 就是 也要確定那個版權 我是會給我們的喔 那首歌剛好是我唱的 可以可以可以 太餓了吧 是不是 我看 桌上剛好就是四種 對 四種是不一樣的口味 像這個是剛剛說的蝦捲 哇塞 這個感覺太好了 我聽得到你們清脆的橘子 有 這個皮就脆脆的 還滿好吃的 好吃耶 青春的味是甘甜 好吃耶 對啊 它的麵也很特別耶 因為我們一般吃到的蝦捲 它是那種薄的 便當店那種 便當店那種 但是它的麵是稍微厚一點 所以你可以吃得到 它的那個皮的脆度 然後化開來 但裡面的那個薑是彈的 對 而且它的蝦子不是像有人啊 他們是那種切小塊的有沒有 它是整隻在裡面 而且它有一種微甜 那個海鮮的微甜 很新鮮 可以讓它看一下這個 你看整隻的對不對 整隻的 不是顆狀的喔 不是粒狀的 因為有些就是頭尾 只有頭尾有中間沒有 對 花枝丸也是 花枝丸 我跟妳講夜市比賽 你看有個花枝 它是真材實料的花枝在上面耶 它不是那種魚漿的那種 那個花枝丸呢 它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它好吃要真的很難 怎麼樣 它的花枝丸很彈 很彈 而且我覺得它的花枝丸有生命 因為它咬起來會突然這樣 真的假的 感覺它花枝還活在那裡 還活在那裡 它這個也很好吃 柯 柯 對… 剛剛吃到這個也很好吃 對 這個也很好吃 這柯典吃起來裡面 滿滿鮮柯跟魚香的味道 我覺得就是這種 簡單又實在的好味道 沒有過多的調味 真材實料 我跟你講這應該就是這裡 人氣那麼高的原因 我們不是叫菇味嗎 菇味 它賣蝦捲 你覺得菇味是什麼意思 一間店只賣一樣東西 堅持到底 就算是感覺到孤獨寂寞 也沒有關係 你覺得呢 我覺得跟它一樣 菇味就是 你用一個東西 因為其實這部電影就是在講說 你用一個東西 打拚養起全家人 欸 哇 你們倆好聰明 沒有 因為我有看這電影 哭到不行 真的喔 辛苦的女人 對 因為 因為台南人喔 他們一個精神就是 只要把一樣東西賣好 做到最好 做到最好 然後就是堅持 所以以前吃 現在回來吃 就是一種回味 有時候結婚啦 去別地方 真的 再回來 心甘 對 吃到家的味道 什麼意思 不是 我剛剛講 台語 對 我剛剛講說你要講什麼 我們怎麼接不到呢 什麼的 是什麼 心甘 心甘寶貝還是 對啊 我們快放大家留言 小賴到底想說什麼 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我們到現在還無解 心甘什麼東西 大概是那個類似的詞 還是護甘之類的還是什麼